根据国际小行星组织的最新通报,新发现的一颗彗星C2017S3将在2018年8月份达到最亮,目前预报的亮度将会达到接近4等的明亮程度。 偷俗来说,其亮度与金星亮度相当,不仅明亮还很耀眼,这对天文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,因为在国内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过如此耀眼的大彗星了。 不过,彗星虽然非常明亮,但是距离太阳的视角度比较近,所以月光会影响到观测彗星的亮度。 幸运的是,这颗彗星我们北半球的朋友可在期,8月份就能有幸看见它,根据国际小行星组织的观察数据,现在只是一个太乐观的预测,还要等待后续。